在佛教經典中,維摩結晶是非常叛逆、非主流的一部 他批判原始佛教,因為佛教畢竟是興起於雅利安人所主導的廢陀經時代 思想面貌是受限的 而維摩結晶堅持大稱運動的立場 事實上流入著印度獨度的古文化傳承 到了唐代,維摩結晶被華言中評判為遁教的代表性經典 這所謂遁教,就是像禪宗這樣講究遁悟的法文 所以在漢文化裡頭,維摩結晶成了讀書人與修行人的思想典範 同時蘊含了所謂的莫兆禪與話頭禪 這一個峰迴路轉、高潮諜己的故事 其實只是一場問急,也就是探病 在彼爺離城的維摩結是一個深具智慧神通家財萬貫的居士 有一天佛陀聽說維摩結病了,就要派一個人去探病 派誰去探病呢?佛陀一開始指派的是智慧第一的蛇利佛 但是有趣的一連串反應出現 蛇利佛因為曾經在樹下打坐的時候 被維摩結批評說是呆板的宴座,所以推迟不去 佛陀就改派神通第一的穆建年來做代表 但穆建年也說他曾經被維摩結批評說不該對在家人說大道理呆板 佛陀只好又改派苦行第一的大家社尊者 結果大家社曾經在平民去化園而挨罵 佛陀又改派解空第一的虛普提 想不到,虛普提就本人成像為摩結化園 被批評說如果你解空嘛,那你能夠理解不餓法門 那你這個飯才能吃 所以虛普提現在也不方便去 就這樣,十大弟子一個個推辭 都是怕坐代表又想看戲 佛陀就這樣,接著問五百弟子 弟子們一個個都訴說了自己曾經被維摩結打臉 而說出了修行的盲點 接著佛陀問在場的諸位菩薩也都是類似的結果 一個個的故事都是對維摩結的一段段介紹 這文學說法不錯吧 預告了精彩的下一個高潮 以上是佛國品第一、方便品第二、弟子品第三、菩薩品第四 這時候文書菩薩來了 他手中有劍心中無懼 自然答應代表佛陀去探病了 滿天神佛、人間王城 好多好多觀眾也都要去看好戲了 維摩結在家裡用神通就知道他們要來了 也用神通把家裡全清空了 只留下一張病床 維摩結的房間有多大呢? 一方丈也就大約十平方米 今天我們稱呼寺院的住持為方丈 就是這麼來的 注意喔 文書菩薩等人進入方丈之內幾萬人啊 但卻還是很寬敞 從外頭看去房子是一樣大的 小透天沒有變成101大樓 但是從房間裡的人都覺得無邊的寬敞 這是不是很像佛聖經裡面 描述耶穌用一籃子的食物 餵飽一大群人一樣 這除了是神通 更是揭示了心靈的無限 所以 知道為何寺院要稱呼 住此為方丈嗎? 方丈就是 心啊 華安靖說 戒指納虛名 在一個小戒指裡面可以納入虛名山 心的原貌是什麼? 潛能有多少? 所握神級的iPhone的現代人啊 應該要想像一下 接著才是這本經書的高潮 維摩傑跟文書菩薩在病塌前展開的一場智慧競賽 一開場 文書菩薩到了病塌前 不是問病嗎? 他就代表佛陀問候他 並且說啊 菩薩 你的病呢 是從哪裡生起的啊? 佛陀要問 你病多久了? 要怎麼樣治療呢? 維摩傑就回答他 原文啊 從吃有愛 則我病生 以一切眾生病 是故我病 若一切眾生得不病者 則我病滅 又言是吉何所因生 菩薩吉者以大悲起 維摩傑解釋說啊 悲心使聖者不忍眾生受苦 於是潜入到眾生的生死脈絡中 潜入到眾生的心境之中 苦海之中 尋生救苦 就真的需要進入到眾生的病的裡面 才能夠教導他們如何解脱病苦 你要加入眾生的共业 環境 苦惱之中 才能夠教導他們如何解脱這些苦惱 共业 以上就是文書問極品第四 如果 聽眾還不知道為何眾生病呢 菩薩就要病 那麼你可以看一下 一部很棒的很久以前的好萊塢電影 美夢成真 裡面男主角 怎麼救他 沉迷想自殺的情境 非常值得一看 接下來的經文就是天女散花的典故 在維摩傑說話的時候 出現了一個天女 灑香花在眾人身上 香花滑過了菩薩的身上而落地 卻沾在出家人的衣服上 就算出家人用盡神力也 沒辦法把這些香花剝開他們的袈裟 這時 天女就問捨立佛 你們為何急著要剝開香花呢 捨立佛說出家人身上有花太俗氣了吧 天女就說了他一頓 你濁相了 花沒有聖俗的分別 是你的心生出了這樣的分別 出家修行 怎麼還有這樣的分別心呢 捨立佛很驚訝的說 修行啊 如果不追求理俗 那我追求什麼 天女就說 捨立佛 我來到這維摩傑的房間裡 要學的是真正的不知足 學習這小小的房間 如何蘊藏著諸天宮殿諸佛淨土 捨立佛 你現在看到了更偉大的目標 你還追求原來的目標嗎 捨立佛欽佩地問 自古諸佛都是男人 您為何不轉變成男人 天女就回答 我都不覺得自己是男人女 何必轉變 譬如有人演戲演了一頭熊 你問他說 為何不變成獅子 這有意義嗎 這時候 天女竟然以神通力 把捨立佛變成天女的樣子 而自己變成了捨立佛的樣子 然後問捨立佛 您為何不轉變成男人 捨立佛老實巴巴地回答 我也不知道怎麼就變成女的啦 天女說 捨立佛 如果你現在能夠自己變成男人 那麼你就能夠教導女人了 關鍵是 你要能夠看破男女像 虛懷若骨的捨立佛沒有生氣 反而深深受教了 他就問天女 您真是智慧 相信您不久就會成佛了吧 不料這一問又討罵 天女說 你重新當回凡夫的時候 我就成佛 捨立佛頭暈了 他說 我已經開悟了 再墮落回去當凡夫 有啥意思 天女問 天女就說 那你問我何時成佛又有啥意思 我什麼也不是 這時候 維摩傑哈哈笑了 他說 這位天女啊 早已圓滿修行的無數法門 所以能用你的思維來教你呢 以上是文書問幾品 有個重點 天女說的 重新當回凡夫 不是罵人 菩薩不僅重回凡夫生 還跟著凡夫生病啊 接下來就是佛道品第八 入不二法門品第九了 這時候 維摩傑說 各位同學啊 要怎麼進入不二法門呢 不二法門是不生也不滅 不樂也不卑 不夠也不盡 要不大家都說一下好不好 第一個回應的是法治在菩薩 他說 生與滅 是二元對立的觀念 要進入不二法門 就要藉由禪修來達到 無生法人 不生不滅 標準答案是吧 我覺得已經很棒了 但是得手菩薩 就說了 我跟非我 才是二元對立 YES 這是很好的補充 接著一個一個菩薩 站出來補充 例如說 菩薩菩薩站出來說 善不善的分別心 是二元對立 獅子菩薩站出來說 罪與福是二元對立 靜解菩薩說 有為無為是對立 善意菩薩說 生死涅槃是對立 殿天菩薩說 覺悟跟無明是二元對立 就這樣 在場的諸位菩薩 各個說完之後 壓軸的 當然是文殊菩薩 大家都看著文殊菩薩說 您覺得怎樣才是 進入不二法門呢 文殊師裡說 如果 你在任何的事物之上 所體會到的 是那些超越了言說 超越了心意識 超越了剛剛所有問答的東西 那麼 你才是入了不二法門 於是 說完了 文殊菩薩就問維摩傑說 我們各自都說完了 您要不自己也說看看 當時維摩傑立即就回答了 維摩傑的回答是什麼呢 是沉默 一瞬間 文殊師裡就平靠 他讚嘆說 善哉善哉 乃至無有文字語也 是真入不二法門 人們常用獅子吼 這個語詞來形容佛陀說教 因為獅子的吼聲 特別雄魂有力 射人心魂 但維摩傑的沉默 比獅子吼更陣容乏饋 所以自古以來就被稱為一末如雷 這就是《維摩傑經》最知名的高潮 這部經典的一大特色 就是用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情節 來傳播思想與信仰 《維摩傑經》的不二法門 《得失不二》《生死不二》 《去留不二》《爭望不二》 《煩惱即不停》 深深影響了禪宗 裡面許多的情節 例如《天女散花》 一抹如雷 都變成了禪宗公暗 也成了今天華人文化的一部分 稍微懂一點殘人都知道 心靈的體悟是超越文字的 想去說就已經搞錯了 《維摩傑》這場史詩大劇的演出 從文殊的《善喬總結》 到《維摩傑》的沉默 將人們從佛塔長金閣 帶回到超越語言的寸心之間 印度大師 美黑巴巴說 上帝最大的禮物 是在不斷的沉默中所贈與人們的 可惜他的沉默之雷 人類卻沖而破了 所以年輕人啊 老祖先們藏在沉默中的那一份寶藏 等著我們繼承 在沉默中的那一份寶藏 在沉默中的寶藏 在沉默中的寶藏